像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是目前我們遇到的是讀書技術 很不好的 的這個一位學友 然後呢 自己跟怎樣呢 都公認齁 但是我們看一下齁 他是怎樣呢 科技大學 OK 馬線齁 然後呢 他自己就讀書就對了 可是呢 他怎樣呢 一百零零從零幾二格N2 那這一篇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齁 他合格N2 各位有空再自己慢慢再看一下齁 我們有個時數把它統計出來齁 這合格N2九十九分啦 九十分就合格了啦齁 日檢成績終於出來了 是當時呢 監考人員就說呢 這個成交到八月下旬才會開放網路查詢 所以呢 他整整兩個月睡不太著覺 OK 那一直等到八月十號 直到有一天按下去有反應了 而且呢 看到成績呢 怕是自己不敢相信 從決定考日檢到檢測 一百零九天 OK 一百零九天而已 OK 好 那這裡呢 我們有把他的時數齁 各位上課因為現在有電腦記錄 這個點下去齁 時數有我們有寫出來 比方說 他的基本課程 他的上課時數是百分之百 那他加強的齁 重複聽了多少小時 那這樣一直累積下來的話 這個會出現就對了 OK 然後時數之外呢 再加上呢 自己平衡 我們就是盡量齁 比較真實的這個數據齁 來跟這個講齁 大概多少小時內合格 這個有空自己再看一下齁 OK 嗯 這裡的齁 如何挑選一個好日文課程 在這裡 過去的外 我們看一下齁 這一點 他能不能學到底幾小時可以合格 而不要說幾年啦 因為幾年是剛剛太母了 一天一小時 一年 三百六十五小時嘛 但是一天如果兩小時 一年就怎樣呢 那這個 七百多小時了 OK 七百三十小時 那那所以講一年事實上意義不大啦 到底多少小時比較準 OK 那事實上 台灣的教育部在1990年代 曾經研議多年齁 想要說要求日文系畢業之前 你至少要過個第二高的等級 OK 那到現在還沒有實施啊 OK 這個 這個不曉得是不是 如果嚴格實施 可能有大概一半的 或者三分之一的 畢業生避不了業 OK 那我們在參加之前 則很明確的告訴各位說 如果你考前這樣的話 應該這樣會過 這個我們當然講的比較保守一點 事實上我們知道 打八折都還是會過的啦 齁這個一樣 八折都七折 現在又去 這是這是早年的文章啦 現在技術更好的齁 系統更完善啦齁 這個齁看 五折吧 打六折 打六折就六折充分過了啦 打六折可以了 OK好 那這裡有時機 各位呢自己再點選看 另外一個齁 儘管上面都都可以 就是說很厲害很準 多少小時也可以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點 他是不是能夠上課很方便 如果很困難 雖然說很會教 可是我們自己到教室去的這個時間 就已經花掉太多時間了 我們的時間幾乎已經花會在這個 往返的同學路上 那再怎麼厲害也沒有用嘛 所以那個便利性是很重要的 有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時間 隨時可以彈性上課 一個人一個進度就對了 OK 那這個從2001年開始 我們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耶 應該想最有歷史啊 對 專業的日檢 線上教學的一個機構 不管在哪邊 反正五思日文是全世界最久的 你再保證沒有人在2001年 就已經全面都線上教學了 不管哪裡都一樣 用那種日檢教學 那 漢文的地區沒有其他非要 不用講 漢文的地區 台灣嘛 港澳嘛 中國嘛 那馬來西亞或者是新加坡 這幾個國度 無思日文保證是最久的就對了 OK 好 那現在 現在這個沒有什麼 可是我們知道在2001年 就可以全天或24小時 隨時隨地 一人一個進度 當史詩 現在是當然可以了啦 OK 好 那就是說我們不用呢 塞車 OK 事實上是利用別人還塞在 還在塞車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學會了啦 OK 還有呢 這個可以怎樣呢 東上教學 可是有的線上教學 是採用這個現場 現場的教學 學識上跟實體教學差不多 時間到下課 下課就下課了啦 那 他很難得說 很難 很困難 在每一個時間 我們一個人 單獨聽不懂 就可以隨時叫停 隨時要重複確認 那 這個我們都可以 再來呢 直到缺課了 想重複聽課 可不可以啊 OK 好 好 那 校期過後呢 學習壓力不足 以至於校期內沒有學會的 我們會增加適當的學期 學習壓力 請呢 請你分擔這個怎樣呢 網路的這個固定開銷 很少啦 一小時好像比停車會還不到停車會的幾分之一而已啦 每小時的這個課程 OK好 那 這個是我們可以齁 再來是 這個是不是很能夠很用很便宜的去具就可以完成 那我們 目前已經進展到平板 而且是專用平板好處是不用跟我們自己的手機跟我們電腦去混雜 萬一有這個 軟體相沖或者自己 同時就是一定要看兩台的時候你也不用這混 混用 所以我們是用專用平板 只要你不把它放其他的軟體進去專用的話通常來講就是從頭上到尾 沒有問題 事實上這是最省錢的 最省時間的方式 雖然說一台機器可以加能用很多東西 可是事實上 考慮他的記憶體 考慮他的印算功能種種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APP的 之後呢 最好的答案就是專用的 用的一個平板 那為什麼平板平板太便宜了 一台平板現在才多少錢 OK 那等於有一位老師 或者很多位老師呢 10小時隨時待命 也只是只需要網 WiFi的一個簡單認證 認證完就可以也不需要那麼再連線了 OK 那這事實上是在我們在20年前那個時候就已經開發出來的技術 還有喔 雖然說現在線上教學 遠距教學也越來越多 但事實上遠距教學的前提是怎樣 實體教學 還有無人化教學 因為呢 如果不曉得實體教學 不曉得這些教育心理學 事實上現場的經驗 也不知道 從實體變成無人 沒有人的這樣教學的完整經驗 事實上 如果只是把課堂上的東西 把實體教師的東西 把它錄影下來 就丟到網路上去 說這個就是遠距教學 講真的效果不可能太好 我們可以想想看 在一個實體教室內 老師盯著我們 我們連打瞌睡都不好意思的情形之下 都還學不會 那隔著一個螢幕 老師根本沒有在看我們 也沒有這個旁邊同學的壓力 這樣如何學會 所以呢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是最早實體教學 在現在各位年輕的朋友比較不了解以前 協助台灣的產業快速進步 大量進步的一個機構 叫做生產力中心 那這個是我們在生產力中心 最多的時候北中南東 我們全部都有都有做課 OK 我們是經過實體教室之後 後來我們變成錄音帶教學 後來變成錄影帶教學 變成VCD教學 台灣的第一顆衛星打上去的時候 一個商業用心 我記得好像是華為還是什麼 上去的時候我們有被邀請做去測試 後來發覺這個因為衛星的本身的 維修費用太貴了啦 所以這個不行 剛好2000年那個時候呢 網路開始興起 所以2001年的1月 我們就開始這樣呢 網路遠距教學到現在了 所以非常了解說 並不是把傳統教室的上課情景把它錄好 然後解決平觀 上網之後就稱為網路教學 這個不是 那也不是說強調用電腦科技的互動式教學 事實上我們在實體教室就已經是互動式教學了嘛 如果實體的互動式教學都還學不會隔著網路 還有操作問題的網 的這種的互動教學講真的效果不會更好 事實上最好的教學是宛如武俠小說裡面的灌頂 我們現在的電腦3C的時代就是怎樣 下載 直接把note號下載過去最快啦 那所以這個大概長達1990 1991年開始 大概經過10年的這個自動化教學的經驗才累積出來 怎麼樣才有辦法線上教學 那所以各位現在看到這些時機都是我們線上教學的時機 另外一點這個教學老師本身的外語能力 老師用母語解說 那另外呢他的外語能力也要夠好 如果這個老師他會用外語來教你外語指揮文教日文 學習者會很困難 因為聽不懂老師的解說 只能從老師的這個身體語言 比方說他坐下 他講swaru 他站起來 他講taz 起來講taz 結果呢 搞了10分鐘 我們學會一個 一個講一個單字 叫做sit down and stand up 那想想看多少智慧啦 光學兩個都花了10分鐘了喔 那隨便1萬個字呢 我們10萬分鐘 乃是計算而已喔 也有遺忘 並不是真的學了10萬分鐘之後 會把10萬分鐘之前的東西都記得 極大部分都忘光了啦 我們 不能這樣學語言 教率太低了 這裡同時也有一點喔 常常會看到說 這一句 英文怎麼說 這一句日文怎麼說 事實上 對啦 就專言那一句是可以啦 可是要把整個語言學會 這種是學不會的啦 我們請問一下 從剛才到現在 我們大概講了多少句 幾千句沒有問題嘛 那我們並不是 先記得這個幾千句的講法 然後才會講話的 我們是靠組合 我們能夠靈活應用 齁 如果靠記的不會 我們每天出去外面買東西 也不是說我 我今天有背了100句 買東西的國語 所以我出去外面我能夠講 講東西 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一句話怎麼說的 學習方式 看起來好像很深入 可是那個是 講真的 遲遲難以學成的方法 千萬小心喔 因為解說一個 可以很簡單算嘛 為了解說一句 就花了10分鐘 那我們隨便呢 一天就講幾萬句 那要多少時間才學得會呢 齁這個很簡單的算數 就知道不可能 所以呢 私之外面很重要 如果說 比方說我們 我現在要教外國學生 中文好了 那我就用中文教他 因為我不會英文 我也不會日文 那這個學生 大家很辛苦 同樣的道理 老師呢 他是不是 他會不會精通幾種 因為 有 有